剛剛在錄影之前 那個顏美媚在錄單歌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看我 給老師看我的牛仔褲 每一件都好貴 嚇死你 有一些寬大的對不對 顏美媚來 先恭喜妳出唱片 謝謝… 要加油 要發新一個新的EP 叫做少了一件牛仔褲 對 剛好 對 我剛剛聽她唱現場 她唱現場 好好聽 唱得太好了 謝謝… 恭喜… 謝謝 其實我覺得 這一次EP叫這個名字 還滿好笑的 然後為什麼叫少了一件牛仔褲 因為就是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幾乎都會 至少有一件牛仔褲 或是丹寧的單品都好 然後我這一次就把牛仔褲 比喻成我的另一半 對 就可能10年前 你喜歡的褲子的款式 是這個樣子 但五年後你覺得 你可能變胖 變瘦 或是你喜歡的東西 變不一樣了 那你就覺得說 我好像缺一個更合身的牛仔褲 所以就是少了一件牛仔褲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其實很好笑的一件事 是我小時候很討厭丹寧 為什麼 我痛恨丹寧 我又覺得 我有一度大概就是 小學到初中的時候 我就一直心想說 天啊 丹寧怎麼可以這麼醜 這一定不會出現在我身上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很少聽到人家說 對 丹寧這麼醜就什麼 在天天穿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我就是看到 那時候住新加坡 然後看了很多那種 英文的電影就是很 然後我十幾歲就看到丹寧 就是可能現在又流行回來的 媽媽褲 可是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可能十幾歲小女生穿媽媽褲 覺得就是有一點點 然後覺得丹寧真的很不適合我 殊不知長大之後 我就是非常非常愛丹寧 看一下 我之前從很討厭穿丹寧 到現在全身都是丹寧 各種丹寧 因為我可能之前以為丹寧 就是只有牛仔褲 就是很單一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丹寧的穿法很多 對 洋箱好看 謝謝... 這個是我之前一直不敢嘗試 可是這我其實有把外套脫下來 本來它是全身丹寧 我一直很害怕穿 像這種全身丹寧 我會覺得說好尷尬 我就覺得好像要來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我後來真的穿了之後 就發現其實還滿適合的 我開始收集牛仔外套 然後是各種顏色 就是有 本來討厭 後來變收集 超多 而且我現在發現我出去逛街 永遠是先跑丹寧的外套區 無論是oversize 或者是合身一點點的 所以我其實私底下穿著 都比較就是休閒一點點 但是我其實有個困擾 想要請教老師們 就是關於oversize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是那種很小隻的女生 然後可能就是尚尾也有 比較豐滿一點點 然後我發現有時候oversize 會讓我側面看起來有點像 更厚 特別厚 對 因為牛仔會脂 對不對 對 那到底要怎麼選 其實我覺得在選擇oversize 就是要解決oversize的外套 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嘛就是 要嘛就是你的穿法 不能規規矩矩的 你一定要有一點點破壞感 不規則的感覺 你的身體的比例 才會被破壞一天 聽到了 他現在新人又剛出片 你如何幫他換一個更新的造型 來 顏美眉 這是情侶妝的概念 對 也是好像有一點像這樣 對 其實我剛剛一個 它搭配的就是一件oversize 可是它有拼接 丹寧的這樣子的一個 細節的這個地方 這一件有一點點像和服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剪裁 然後又是over 這是男裝 可是男生其實女生穿也可以 和服就變成沒有什麼體型的限制 對 所以說 而且它這邊的線條 就是屬於一個大的V 所以它可以修飾 如果真的比較厚或身型比較 就是胸型比較大的女生 也可以運用像這樣子的剪裁 然後再來的話 今年很流行的就是 像這種解構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牛仔裙 就是跟她剛剛穿的有一點點像 跟妳的褲子很像 對 對 也是這樣 老師有私心的 對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扣過來的 這樣子的裙子 其實不要害怕說像這樣子 它有一點點薄 可是它還是有去修飾到 因為它的線條是斜的 不對稱的 也是可以去修飾到我們的身形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保留了一個 它原本有的這一雙鞋子 我覺得滿帥的 它就是一個 也是丹寧的靴子 然後合身的 整個今年要穿像這樣的靴子 你也可以搭配這種裙子 然後蓋到靴筒 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穿搭比較潮 再來的一個丹寧就是包包 很可愛的包包 好可愛的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男生拿 女生拿其實都OK 這樣子的 大家就可以找這種解構 或者是運用不同的丹寧布 去做拼接 我覺得這樣是很有趣的一個造型 是 甚麼 我可以選擇 這一次 肥瘍 你看 и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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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